三浦永可对山口百贵的印象如何? 看完这堵老照片,你就明白了日本著名女星山口百贵, 出生于日本东京都赐古区慧比寿, 八年的演艺生涯,让她红遍东南亚, 却在事业的巅峰期退出一谈, 只为了与三浦永可结婚。 1974年,山口百贵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伊豆的舞女》上映, 这也是她首次与三浦永可共同演出, 并且出版了三张唱片, 此后合作的主要作品有物之奇、血衣、赤的冲击唱歌, 山口百贵清纯美丽,三浦永可阳光俊, 他们的情侣形象备受好评。 此外,百贵在三浦的面前, 她非常直率,有话就讲, 既不卖梦风情,也不耍小心眼, 总是充满真情实意, 有时让人感动得手足无措。 1980年11月19日,山口百贵和三浦永可举行婚礼, 百贵婚后回归家庭, 只因为三浦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与尊重, 让其体会到爱的甜蜜和幸福。 他们平凡的婚姻生、活、 隐约艳线、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 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。